請自由,我們這個take easy,大家自由的談 請問一下,我想請問 陳小姐,你好 不好意思 我先講一下,就是對電影有一些想法 就是我覺得像漢娜這樣子的一種說真話的一種傳統 Bairless的一種傳統 其實是西方長久以來累積的一種人文資產 那這一點應該是說,它其實是一種公共領域的一種實踐 那我覺得台灣在這方面,近十幾年還開始慢慢形成這種感覺上是一種比較公共領域的一種關係 那話說回來,我覺得講到公共領域 當然我們想到就是媒體的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平台 打開電視機看 那也常常就是我們一 呃,我直接說出一些觀眾的一些想法 就是說,常常打開來看到 呃,十幾個新聞台 可是感覺都在講同樣的東西,同樣的觀念的時候 我常常覺得,呃,我想請教一下 呃,主播的意思就是說 呃,台灣的媒體背後都是有龐大的一個 呃,呃,比如說,呃,政治或是經濟上面的影響 那身為主播,呃,要如何維持公共領域的精神 呃,或說假如裡面還真衝突的時候 主播通常是,呃,呃,呃,覺得怎麼樣的 對,呃,我們,我們是不是 呃,我們是不是,呃,在台灣 對台灣有,對那方面熱不熱管 尤其是當,呃,福報協議 當龐大的中國資金 從各種管道進入來台灣投資等時候 呃,你覺得 這個,公共領域台灣 又有沒有可能正立無據 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正立無據 我覺得現在啊 隨著個人媒體時代的改革 它是可,可以成就的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還蠻灰色的 就是,你 你現在當,你現在所講的 我們再回到最,最根本的結構性的問題 你現在所講的是說 我們作為一個商業媒體 OK 在資本主義底下的商業媒體 因為它負責到 對,所以大家都會去充收視率 而收視率你知道,就新聞來講 譬如說我們賣產品相對應的是什麼 新聞所賣叫做意見自由市場 意見自由市場 但是意見自由市場 它是可細分的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中國叫細分市場 分中市場 OK 但是這個分中市場 所產生的那個收視率 那每一談就會去看 到我講的這個 比較偏正論的負責 也新聞也會有 就是說,欸我這樣的一個批判的角度 我是可以得到收視的 我那樣的批判角度是不能得到收視的 所以在每天收視率的壓力之下 我們就會把那一個不會得到收視率的那一部分 一再一再一再的降低 然後去成就另外一個是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有我們的理性存在 那我們剛剛在講一個公共領域嘛 到底這個總會成就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 紅送球事件之後 我的信心又回來 我就覺得其實大家是可以透過 因為現在媒體的結構已經變了 我所謂變就是說 人是每個人都掌握媒體的 你就在你的手機裡面 你每一個人 一個人就可以成就 就是一個媒體 那我覺得這意見不斷的傳達 你看就是 風明力量就起來了 然後我覺得欸 所以這是很OK的 那你說我個人的做法好了 就像我剛剛我就說 我們在教新聞系學生 我們他說 我還是堅持我們要說實話 那只是說你說了多少的片子 齁 但是你不能偏頗 不能偏頗 那只是說 當你所在的這個媒體 譬如說啦 某個 是這個公共場地 我也會有點害怕你知道嗎 就是說某一個媒體 他也許跟中國是比較好的 那他呢 老闆是有一些意見 就是說你們必須怎麼樣欸 好 所以你在他底下 你不過只是一個工作者 你人家欣賞的工作者 當你出現這樣的結構的時候 也是不可能完完全全 follow 自己的意志去做事情 但是呢 這個人只要他有一點價值 他受過一點專業訓練 他都知道我在這個框架裡面 他都知道我在這個框架裡面 我怎麼要去突破 而找到我可以去突破的空間 譬如說我們現在也是常 我常會遇到就是說 我明明在做 其實我常在拍一些 類介錄片的東西 可是他也許收視率會不會好 可是我每次在做 我還是要知道 清楚知道說 我要怎麼做 他收視率會好 那個是製作技巧 我怎麼做 他收視率會好 可是我不一定可以得到 因為他可能比 他可能比那個 政論有沒有 政論就這樣子 扭嘴 講一講 收視率就出來了 可是我們發了那麼多時間 去製作的那些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一個 收視空間的話 他就會變壓縮 可是這樣有沒有就迪回 就折損我不去做 沒有欸 那我常遇到像我們幾個 從那個世代出來的 這些媒體的 好朋友 我們那時候都很有理想 從這裏晚發那次的開始 然後也是我們會有一些感嘆 可是我們後來 他們都還是覺得說 那種台灣很可愛 就在於我們還是有很多空間 而且我們可以打遊擊戰 所以我現在的策略依然是 我不斷的在打遊擊戰 對 那二男在台灣是有市場的 是有市場的 對 我們不斷的在打遊擊戰 我們堅持我們的那個理念 OK 只是 你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真的做到 無懼 我覺得現在這個民主國家是OK的 真的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只是 如果你背後背了一個媒體的時候 就回到我剛剛我說 我也曾經受過那個 我在機器迫害的時候 那可是我當我背後 我可能 我背著一個媒體就說 他動不動要給我關台 我不能 我沒有辦法承擔那麼大的 那我是個人的時候我OK 那我不能被辦法承擔說 我的台子被關掉 我承擔不起 所以那個就會形成 讓我形成 就對我的一個宰字就出現 所以最重點 我們要去看這整個制度 我真的覺得是制度 形成了一種文化 我們常在裡面是變得渺小的 那 現在因為 在台灣可愛的戰略 大家都可以發生 你如果跟中國當中去比較 就可以發現 我們真的是 太好了 可以這樣子 不到我們剛才發生 而形成一種力量 所以我最近在想 我們默默在產 慢慢在產生一種 集體的原性 最近呢 就是這樣子在 一直在產生當中 這是好事 就是 就是可以造出 就是 好像百花其放的 那種感覺 對 那基本上 他要在一個很 很民主自由的土地上 才可能 就好比我們 我們的文創力量有這麼大 也在於我們的 自由民主的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思潮 才可能去成就這些出來 所以我是樂觀的 特別在現在媒體的發展 已經可以現在走向個人化 走向公民的領域裡面以後 我覺得這是樂觀啦 只是說你要去改變 商業媒體 商業 我特別要講商業媒體 因為可以看公公便室啊 OK 但是你如果要去改變 那個商業媒體 因為它的基本的結構 就是在於那個 資本主義的商業形勢下 那麼我們要撼動那個很難 可是我們這一群人 如果是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不斷地在打油情戰 而這個這樣不能改變 但我們現在 我們的補片的 audience 有太多的管道可以去選擇 很多人現在我們看電視啊 那我透過我們不斷地 我們群組的連結 去看到我們真的想看的那個 言論跟那個事實 都很好啊 所以就可以看到 我覺得就百花其棒 我覺得這種感覺還蠻好 所以反而現在是樂觀的 我曾經走過那個悲觀的地方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是蠻OK的 不曉得你看完你的電影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想 它其實是蠻 現在的氣氛我覺得蠻複雜的 就是說 一方面 我們也對民主 感覺民主自由 是信心有樂觀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 像我剛剛在看電影 看到這種 漢娜在教室裡面 然後 然後 反對的意見 她的朋友 或是甚至她的同胞 給她的壓力的時候 我覺得她又是 在影片中呈現 她是孤獨的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在那種當下做出來的 選擇的時候 那真的是需要勇氣 那我 我常常稍微有點擔心的地方是說 我覺得 台灣人的文化 在這一方面似乎比較圓融一點 對對對 通常我們會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覺 通常大部分人可能會選擇 好吧 反正堅持又沒什麼好處 對 我比較擔心的這一點 那尤其是一講到商業利益的時候 嗯 那這種妥協 所以我 其實我蠻期待 就是台灣也還是有一些 畢竟 像比較大的電視台 算是主流媒體嘛 嗯 那這些主流媒體 至少在這方面 有一些個性 多一點堅持 對 就好像成品 或者是 有時候我們出去旅行 或者到 國外 比如說到日本 日本很多這種個性商店 嗯 它有它的經營模式 你要去配合它 可是 反而它生意好的 不得了 大家會買單 我覺得 其實 我想 這個是一種 呃 也許是 呃 潘納而然 都看到的 因為畢竟 六零年代的 呃 審判或者是 納稅 離我們是蠻遙遠的啦 對 可是我覺得 台灣的社會 好像很少像 這一樣子的一種 這樣子的一種 對 對 它很多東西都妥協掉了 對 而且台灣是一個 還蠻講究人情味的地方 喔 然後你提到那一點 我覺得我們在 因為電影 我們在拍電影的時候 都需要把人性面 給呈現出來 那我覺得這裡面 我們不是只有在講 真理在講事實 我們還講那個人性 就你剛剛提到那個重點 如果當我的朋友 都不支持 因為我們有時候 做事情需要有 其實需要有人支持 人都 人是群體社會 它不可能孤單的存在 那所以你一定要得到 一些support 如果即使我剛剛說 我在做那件事的時候 我在路上 我還是會得到很多人support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覺得 我是不孤單的 人因為是群體的動物 所以它都需要那個support 所以你看 當它後來到 應該現在以前留下來 應該都看過了嗎 就是說 當它回到 它那個耶路撒冷 然後 它的那個 它以前的 它愛的人 都最後一個轉身的時候 到臨死前 還轉身被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原諒 你做了這件事 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 如果在那一刻 什麼都不原諒的時候 對 在那一刻我可能會軟 我 我可能會軟 因為我覺得 我愛 他台家講說我愛你 我愛的人 我當然希望我愛的人 是認同我的 還好他的先生 可能就是他 可是如果就是 排包外 他在課堂 在學校的好朋友 最後也是 不能認同的時候 哇 是真的 那個勇氣要更大 因為有時候我常 其實我常把握一些名人 譬如說像 講一個比較 popular 像 像阿妹好的 無常有時候訪問 然後他就哭 哭得一大無土 為什麼 就是他背負了很多的 輿論 就是那種感覺 那我後來 我後來的一個感覺就是 我們只要在乎 在乎我們 就真的這些事情 你真的受到這些磨難的時候 我們要在乎那些 真正在乎我們的人 那些不在乎我們的人 你又何必去在乎 好當我們認通這個道理的時候 嘿 好這樣就比較ok了 所以如果當這片子裡面 我們就看到 當我們真正在乎的人 好 當我們真正在乎的人 也 可能不認同我的時候 我可能就需要更大的掙扎 可是到最後 他顯然還是真理不去 就是說我所認定的那個真理 我還是堅持 而我走下去 這就存在於每一個人 個性的不同 像 在新聞界也常 後來做 做到總編輯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在想 我是從什麼 做到總編輯的時候 我才想 我要把我以前 所知道的 那麼多的故事 而不被 從不被報道的這些故事 一個一個把他講出來 那當然這是獲得 我也是覺得 我獲得大家的認同 因為畢竟台灣太多人 不知道這些事情 一個有辦法是ok 那如果當我要這樣子 尤其是當我們背負到民族的時候 民族啊 ok 我們就是我群跟他群嘛 我們是不容被這樣子去認為說 喔 可能 呃 猶太的 Leader 還跟納粹 可能是一個 某一種程度的共犯結果 我相信啊 就是我們 發了一個 Leader的時候 他到最後他選擇什麼 就像 好比他所遵奉 這裡面有很多的衝突 好比他所遵奉的那個恩師 海德德 那後來也是為納粹在工作嘛 是像這樣 他也會某種程度產生一些衝擊 他是不是 在那個當下 他也是不能接受 所以看他二來 他其實